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曆正月十五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中国传统节日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登节 正月是农曆的元月 古人又称夜为宵 元宵节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亦是一圆伏齿 大地回春的夜晚 因此在这一天 人们会点起彩灯 炎放火焰 上月 猜灯迷 共吃元宵 宽度佳节 庆賀新春的延续 元宵节的起源有多个说法 其中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习族 一直流传至今 元宵即是今天的汤圆 早在宋代已经流行的民间食品 最早叫浮原子 后称月烧 以白糖 豆沙 佐泥等作馅料 用糯米粉包成圆形 取其合家团圆之意 为美好节日再添甜蜜幸福之情 最初的时候是下放一些糖 很普通的糖 一直演变到后期 亦都有芝麻 亦都有麻蓉 各式各样各类都有 问题是在你本土地方 大家的集中 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甚至有些咸汤圆 咸汤圆也不加糖 就是这样 放些葱或咸汤圆 各有各式不同 汤圆拆了之后 放入水里煮沸 当煮沸浮上面 就像一轮明月 全圆的月是圆 所以大家就很接受 这个汤圆的来源 元宵节其中一个集族 点天灯挂灯笼 相传是因为要骗过天帝保命 在顺利度过危机后 才演变成 纪念平安顺碎的集族 后来再慢慢变成 张灯结彩 骂花灯插灯迷 古时的年轻男女 更会借花灯大会互相认识 元宵节也逐渐与浪漫挂钩 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情人节之一 元宵节作为澳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 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昔日 澳门华人族群 还有挂灯的习族 这些赴地方特色的习族 极具本地民族文化研究价值 而且节日可以凝聚人们的感情 相信可以继续传承下去